今天6月7日是防疫解封日 特别到台湾最高地标的台北101 向国人表达防疫期间 齐心抗疫的最高感谢 6月7号全台大解封 卫副部长陈时中登上台北101 陪同小朋友参加导览服务 活动过程参观抗震阻尼器 也到观景台西面欣赏台北风景 从高空寻找阿中部长每天召开记者会的集管署 我们这个大人的一切的努力 都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代 让他们能够安全健康的长大 所以看到小朋友真的是觉得很高兴 和小朋友一起互动 陈时中好心情全挂在脸上 参与活动的家长也很开心能带小孩出门游玩 感谢一线防疫人员守护台湾 就是可以带小朋友出去玩玩走走 因为毕竟都关在家里 目前的话小朋友每天都可以健康快乐的上学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很谢谢大家 台湾扩大解除民众生活防疫规范 未来达成大众愿书 只要在车厢内能保持社交距离 就可以脱下口罩 电影院则是松绑人数上限 解除梅花座规定 公众场所和餐厅限制也放宽许多 疫情终于兼缓了 就是很多人都可以 像本来要出去玩 却没办法出去玩 但是现在可以了 希望每个地方的生意都会好起来 疫情趋缓后 希望让民众生活回归便利 并且振兴产业经济 不过解封不代表威胁已经完全解除 陈时中提醒民众还是要做好个人防护 适时佩戴口罩和维持社交距离 中文社记者黄大为赖奇缘台北报导